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,云林县垃圾危机难减,加上环保署调度其他县式焚化炉带处理也频频遭拒绝。 云林县长李静勇今天只指环保署调度失灵,让云林垃圾问题学商加霜。 因为林内焚化炉未运作,云林没有焚化厂可使用,县内有七成垃圾需外运到其他县式处理, 却传出日前环保署发文给其他县式,希望协助云林县去化垃圾都被拒绝。 李静勇建议环保署应该要好好发挥统一调度权,为求彻底解决垃圾危机。 李静勇指出欧洲的机械生物处理模式,简称MBT,可以作为最佳方法,把垃圾从源头分类好能源化。 李静勇强调,台湾还没有机械生物处理设备,但云林可以参考国外科技做法率先推动。 至于林内焚化炉,因为被行政法宣告还评无效,根本没有办法启用。 政府若不修法,又面对其他县式在处理垃圾的能量越来越萎缩。 包括云林县在内,还有其他县市都将面临垃圾大战。 云林除了会要求县民积极贯彻垃圾减量,唯有彩形MBT才是最佳办法,盼中央及环保署能够全力支持。 这些人就要是随时的一位。 使用了会要求的参考国外科技做法。 将在学生的学生,学生的学生, 学生的学生。 感谢观看